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氏三国演义节目 最近乌克兰局势紧张 这个造成了全球的关注 同时台湾社会也有很多的讨论 看看乌克兰局势对台湾可能的影响 那我们特意请了张国诚老师 再次来上华氏三国演义节目 跟我们评论一下现在乌克兰局势的发展 张老师你好 两位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石板先生好 我们先看一段新闻片 近几个月国际间情势最紧张的地区 恐怕非东欧莫属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对世仇 从去年三月以来就一直处于战争边缘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更表示 俄罗斯很可能在几个星期 甚至几天之内 挥军入侵乌克兰东部 仿佛是要证实苏利文的说法 俄罗斯和盟国白俄罗斯 已经在乌克兰偏境展开联合军演 而北约成员国则分别增派军力 前往情势紧绷地区以护卫盟国 乌克兰总统府方面表示 看似危急的情势仍然有可能寻外交方式降温 向来属于行动派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除了和美国总统拜登密切联系 还先后奔赴莫斯科和基辅 与俄国总统普丁 以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 马克宏呼吁建立区域新平衡 这次俄乌对峙 导火线是北约势力东扩 乌克兰目前不是北约成员国 但是近年来托俄入欧的意愿强烈 已然被北约视为伙伴国家 这对一向把乌克兰视为势力范围的 克里姆林宫来说 无疑是强烈的冲击 俄罗斯已经表示 要北约的武装力量离开这块区域 拜登总统则直言 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 将会付出沉重而高昂的代价 只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时 北约几乎没有作为 如今乌克兰全境陷入危机 北约又会行动到什么程度 难免令人担忧 张老师 这个普丁到底想要什么 什么是普丁主义 他想要提出向西方提出的 向北约提出的要求 你认为北约会统一吗 我认为普丁他基本上是一个变更现状者 他执政了这20多年 就是不断地在变更现状 先变更俄罗斯国内的现状 然后再想办法变更 跟俄罗斯临近国家的现状 最后是欧洲的现状 那总的来看 他现在近距离的目标 就是压缩乌克兰 以及他周边邻国的选择自由 让他们不要倾向西方 迁进北约 这是他近程的目标 那中程的目标 我认为他就是整个要在欧洲 取得更大的话语权 远程的目标就是松动 甚至于结束冷战以后 形成的跨大西洋的整个防御体系 这个冷战的时期 为了制衡苏联 以北约为架构 形成了跨大西洋的安全体系 这个是对前治苏联 后来的俄罗斯 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他现在就是希望 透过这一连串的作为 最终达到削弱 甚至取代跨大西洋 防御体系的作用 我想目前看起来 因为它的实力来讲 它是有步骤有阶段 而且西方国家 特别是欧洲 老实说 左了这么多年 其实没有团结在一起 对付乌克兰的威胁 就是俄罗斯的共同意愿 上一次北约的集体行动 是介入南斯拉夫 南联盟的这个事情 但是当时他们面对的对手 其实主要是 南联盟米洛塞维奇 它的整体实力是远远不如 现在的俄罗斯 也就是说 北约国家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不见得愿意 为了乌克兰而牺牲 或为了乌克兰而战 这点普京看得是非常清楚 所以他一切的作为 都存在一个 就是基本上欧洲 不会硬起来 跟他进入全面冲突 美国必须在北约架构下行动 北约是一个共事决的概念 所以你欧洲如果不想动武 美国也不能够单独的意志来行动 这个普京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他在乌克兰的议题上 可以说是予取予求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 也是俄罗斯长年以来 有两个问题 这个影响俄罗斯的政策 第一个就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这个是从第二时代 几百年的历史 但现在俄罗斯还是认为说 对俄罗斯国内 以及它周边所有讲俄语的 这些俄裔 至少有一个保护 扶持 甚至赋予他们优势地位的一个责任 这点来讲是苏联时期 因为直接就把他们 并为加盟共和国了 实际上加盟共和国是假的 这完全是莫斯科中央号令的 省的概念 现在俄罗斯的力量 逐渐强大起来了 至少在局部上 它的力量是逐渐具有势 于是它这个概念又起来了 而且俄罗斯国内支持 普丁的这种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群众 其实也是有相当的势力 第二个当然就是 它的变更现状的想法 我们刚才提过了 第三个就是 其实俄罗斯面对两次世界大战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打进来 德国打进来 让苏联几乎亡国 损失了两千多万人 最后是靠着跟英国 美国 甚至加拿大 这些围欧德国 才让苏联赢得了二次大战的胜利 所以它非常强调一个 叫做缓冲区的概念 也就是说 不能让欧洲国家 不管是哪一个 能够很快地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但是乌克兰 基本上离俄罗斯的 心脏地带 莫斯科 其实是很近的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 西方 至少是美国 就取得了在乌克兰的领土上 部署军队的合法权利 那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当然是 这个可以说是冷战以来 都没有这么大的威胁 所以呢 这个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俄罗斯呢 压迫乌克兰 要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 那这个 以免威胁到俄罗斯 可是呢 它越压迫乌克兰 乌克兰就必须更想要加入北约 所以 那这样子当然这个 就更压紧起了 俄罗斯的这种不安或者是压迫 所以呢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从2014年到现在 其实这个态势呢 目前看起来没有改变的 这个倾向 不过 总的来看呢 就是 这个普丁呢 他当然也考量到现实局势 以及他手上的筹码 目前来讲 也还没有 具体的就是要并吞 整个乌克兰的打算 他现在大概是三个策略 这个第一个策略呢 就是 这个持续现在的这种 外交军事的这个高压 虽然现在好像签订了 一个临时的停火协议 可是因为这个乌俄距离太近 他军队随时可以再回来 那所以呢 他有几个可能的策略 第一个就是利用他的军事优势 发动一些外科手术式的突击 对乌克兰的军事力量 重要军事设施 形成重要的外科手术式的 点撞的极大打击 那这个尽量不造成乌克兰平民的伤亡 但是呢 又对乌克兰当局 这个是一种很大的这种心理上 士气上的一种这种杀伤 而且呢 这个代表说俄罗斯 所一时可以瘫痪乌克兰的军事力量 那就乌克兰过去的这个军事力量 跟俄罗斯的对比 然后苏联时期呢 这个俄罗斯这个对乌克兰整个军事地理 这些方面的这种了解 这个普京的这个策略呢 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煽动这个乌境内的这些 亲俄的这些民兵系统 这些反抗势力 不断的作乱 制造这个乌克兰当局的麻烦 那这点来讲 目前可以说对于俄罗斯来讲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呢 乌克兰可能会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就是内部陷入内乱 这个无法有效治理 那就给俄罗斯将来的介入 操纵 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良机 那第三个呢 当然就是直接硬案了 发兵并吞 这个有争议的这个乌冬的区域 目前看来呢 可能还没有要走到这一步 但是呢 这个未来呢 会不会这么做 也很难保证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这三个策略呢 就是军事 金穴哪级 这个 攀动这个乌克兰内乱 然后必要的受益 并吞了 这三个呢 也未必有先后的顺序 说不定是 这个同时都在进行 这个也是不无可能 那总的来看呢 乌克兰它当然相对 现在局势比较困难的是说呢 它周边国家呢 缺乏有力的一个 协助它的制衡的力量 那西方要介入呢 比如美国介入呢 一来跟乌克兰的 这个军事合作的关系 相当的稀薄 没有什么具体的 联合作业的这种能力 然后呢 在乌克兰境内跟周遭呢 也没有强大的这个驻军 也没有可运用的军事基地 所以呢 一旦发生任何冲突 这个 重视美国改变主义呢 要立刻来增援乌克兰 也是非常困难 所以 这点来讲就 这个让美国呢 不得不采取一个 战略模糊的态势 也就是说呢 美国呢 不明言 一定要协助乌克兰 抗恶 因为如果美国一明言 在这个军力部署完之前 俄罗斯刚才的忧虑 立刻成真 可能立刻在美军 充分部署完之前 就发兵公务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乌克兰立刻就 可能陷入亡国的态势 所以美国呢 不能够骤然地 刺激俄罗斯 战略采取清晰的态势 可是呢 你战略不采取清晰的态势呢 那个 这样长期的这样模糊下去呢 就给俄罗斯可乘之机 也给俄罗斯军事准备的时机 所以 目前看来呢 这个趋势的 这个发展呢 跟这个地区的未来 的安全 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 这个你刚才讲到了 这个普丁主义 本质上是要改变欧洲现状 冷战以后的这个现状 本质上就是要回到 冷战之前的苏联的势力范围 这个通过苏联对于他的周边的 所谓加盟共和国 甚至东欧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 势力范围的控制 普丁实际上是要想回到 斯大林的势力范围 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他又不断地讲 你刚才也提到的 讲这个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大俄罗斯主义 这种说法跟习近平讲中华民族差不多吧 这个所谓乌克兰和俄罗斯 自古以来是同一个民族的这个说法 因为我自己个人1989年的时候 去乌克兰访问过 我去过基辅 当时有机会认识一些当地的学生 然后去学生家里聊天 他们基辅因为是戏乌克兰 他们是非常反恶的 他们这些人 当地人是非常反对俄罗斯的 那当然东乌克兰人口中间 主要是俄罗斯人 或者讲俄语的为主的 当然他们就比较亲俄 所以乌克兰本身东西两边 是不同的民族 所以他们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是不同的 可是普京是要把整个乌克兰 都归作历史上 跟俄罗斯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这样一个历史 来讲这件事情 他这种逻辑 好像跟习近平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样的 这个完全相同 老实说习近平也是一个变更现状者 然后也一样强调 就是要利用其他国家的这种华裔 普京是要利用其他国家里面的俄裔 习近平要利用其他国家内部的华裔 然后来扩张 中国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政治上的版图 我想这个作为基本上是非常类似的 这个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乌克兰就是因为东乌 像刚才汪先生讲到的 这个有一个亲俄的势力存在 所以就给了俄罗斯可乘之机 那相对来讲 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力量 纵使面积不如乌克兰大 乌克兰的面积也是挺大的 乌克兰不是个小国家 然后军事力量 经济力量等等 也未必强过乌克兰 可是你国内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恶意 没有这么多这种可以离外合的力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相对来讲 政策就相对保守很多了 就不敢这么明目张胆 那同样的习近平在亚洲也一模一样 你现在亚洲这些国家里面 哪一个国家里面华裔多 这个里应外合还是说 这种对当地国家的这种分离主义 这种排斥的这种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越强 越可能是中国下手的对象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常讲现在二十一世纪了 可是民族主义还是一些国家领袖 用来动员国内的人民 还是说想要改变国际秩序 一个最廉价的借口 这点是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看习近平每次什么重要的谈话 尤其是对台一定也总是强调这些什么 血浓于水 两岸一家亲 什么台湾同胞 这类的观念 它没有一种像西方国家来讲 你说墨西哥跟西班牙都讲西班牙语 可是你没有人会说 现在墨西哥该是西班牙的一部分 甚至西班牙是墨西哥的一部分 墨西哥人比较多 这个观念其实现在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威权国家 独裁国家的领袖 还是很喜欢用民族主义 我刚刚讲的 用来团结国内意志 压制反对势力 改变国际秩序 干预外国事务 这四个都是民族主义做这个先锋 石板先生 你观察普丁在俄罗斯执政也20多年了 实际上在我看来他经济搞得很差 俄罗斯的整个GDP 我记得60年代的时候 曾经达到美国的60% 美国100 俄罗斯60 现在美国100 俄罗斯10都不到 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普丁这个20多年搞的话 俄罗斯的货币卢布不断的贬值 每次他经济出问题 他就在对外关系上搞一些紧张局势 来通过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 来巩固他自己的统治 你自己怎么看普丁的这一套的做法 这一次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制造危机的做法 是不是本质上也是为了他国内政治的需要 对 我觉得确实我看俄罗斯有时候看不太懂 他们经济明明一团糟 经济不但不停在缩小 而且他靠赚钱的就是卖石油和天然气 都是祖产 根本他没有创造什么价值 在这种情况之下 普丁不但能够连任 而且在国内有相当高的支持率 就是过去不还有 好像我看到报道 有一些女生最想嫁给的就是普丁 还有一个在野党的女性议员提案 是说要把什么普丁的精子分给大家 大家怀孕 给普丁生小孩 就这种很荒谬的事情都出现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 其实日本对这个俄罗斯是很复杂 不喜欢俄罗斯的人比较多了 就是说俄罗斯在整个的外交上 就是包括他的苏联时代 基本上他在国际上的名声并不是太好 这个信誉经常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 这种形式风格是比较明显的 在过去日本其实二战的时候 他是抵抗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北边的威胁 他和德国建立这个共同防御 这个苏联的一条约之后 在1939年的时候 突然间德国跟苏联签定了一个不可谨条约 这个中立条约 当时日本的首相叫平爪七一郎 他留意他说欧洲天地复杂怪奇 看不懂辞职了 日本首相辞职了 后来日本在1941年的时候跟苏联也签了一个中立条约 结果这个二战的时候 日本最惨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就是违反条约打到日本去了 所以对这方面 日本人很多都是不理解 觉得这个背叛 另外一个北方领土有四个小岛 四个小岛的话 这个不管日本在历史上有好几次和俄罗斯签定各种条约 不管任何条约看 这个四个岛都应该是属于日本的 但是俄罗斯就站着不还 那日本人小的时候看世界地图 一看俄罗斯你那么大 就这么四个小岛 这挨在日本旁边 你为什么不还给我们 这个性意也是比较不平衡的 所以说俄罗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但是它是最喜欢对外扩张的 这一点是怎么说呢 在日本来看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说后来我们看就是因为历史上 刚才张老师也提到 他被德国一下子打进去 再往前被拿破仑也一下打进去 因为他这都是平原 就是一功难守 所以战略他需要一个战略纵身 需要一些缓冲地带 所以说现在他防止北约的东扩 他要恐吓乌克兰 也是因为他想 就是说不愿意要一个缓冲地带 但这种逻辑是蛮奇怪的 就是说你自己感到不安的话 你需要缓冲地带 就恐吓乌克兰 这和习近平恐吓台湾是一个道理 就是很多人按中国分析说 台湾是中国的出海口 如果拿到台湾的话 中国就可以进入太平洋 如果台湾不是中国的话 那中国就会变成内陆国家 我在中国的时候 经常很多人通过这种逻辑来讲 那根本没有考虑到台湾的感受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俄罗斯 普丁和习近平 现在是全世界上两大扩张民族主义者 就是两个麻烦制造者 他们两个 这个刚才张考人讲民族主义 我觉得民族主义有两种 一种叫抵抗民族主义 一种叫扩张民族主义 有的时候当有外敌 你民族有危险的时候 你要去比较凝聚一起 抵抗外力 这个民族主义 某种意义上是 就是大家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 非常强调爱台湾 爱台湾是一个台湾的 最好的一个褒译词 夸人的时候就说某某爱台湾 就是在夸他 这个也是因为台湾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所以大家需要宁静起来 这种叫抵抗民族主义 我觉得还是OK 但是扩张民族主义就非常不可取了 那习近平也是在开始扩张 普丁他也是不停的 一直在扩张 现在等于说他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乌克兰占到的话 他绝对不是 不会仅仅拿一个乌克兰做满足的 他会向四方扩张 那么我想在日本这边 多少年来一直也感到的 来自北方的威胁 其实也是他扩张民族主义在作祟 如果这种 这次乌克兰 大家不能够给他压下去的话 那我想他还会继续继续的 不停的扩张 这对全世界的是一个很危险的 张老师你觉得 北约也应该认识到 所谓的普丁的扩张主义吗 那如果他已经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 现在又可能吞并东部乌克兰 那如果不阻止他的话 他总有一天要把整个乌克兰吞并了 然后接下来波罗的海三国 像立陶宛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要威胁到波兰 捷克这些国家 那重建一个苏联帝国的版图 那四方国家难道不担心吗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英的立场和 法德的立场是比较不一致的 特别是德国在整个这中间表现出来 非常犹豫不决 不知所谓的这种立场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我认为欧洲在冷战时期 因为苏联的威胁很大 而且二次大战刚刚结束 那个时候欧洲呢 本质上来讲 还是团结在这个美国的领导之下 巩固了这个北约的体制 保障了几十年的安全 进而建立了欧洲共同体 然后欧盟 我想这一切都是 这个西方的这种自由民主 资本主义市场 这个这样的价值的这种具体落实 可是呢冷战之后 我个人感觉呢 这个欧洲啊 这个左 风暗言 就是对这个美国呢 过去呢牺牲巨大 然后这个打败这个希特勒 解放欧洲 然后这个投入了这么多年的努力 这个巩固北约组织 这种概念 好像欧洲的这种执政者 还是社会 对这个美国的这种付出呢 还有美国的地位的重要性 越来越不重视 这点所以导致了这个美欧之间呢 经常呢 有出现了各种这种 这个外交上的这个冲突 这个到了川普时代 我看是到了这个一个顶点了 那现在呢 虽然你说拜登呢 极力的挽回 可是我认为这个趋势 也不是这么快可以扭转的 这不是完全美国 这个什么 很多人说川普好像这个比较 比较不懂外交的策略啦 比较这个态度上比较粗鲁啦等等 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因素 而是欧洲本身呢 它整个这个左的概念呢 对这个美国的这种怀疑 所以像这个美国 揭露反恐战争啊等等 其实 这当然这个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也没时间讨论 但是欧洲总的来看 这很批评的 这个对美国的态度 甚至于说呢 这个美国呢 这个 在许多地方呢 这个积极支持这个自由民主 支持各种革命 这种 欧洲都是这么一种 你这个都是 这个吃饱了 没事干 这点来讲 其实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欧洲的一个左风盛行 那这个就给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扩张主义 提供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土壤 那这种左风呢 其实就导致说 你北约呢 虽然还是存在架构 可是呢 各国的这个军备啊 可以说是呢 在冷战结束之后 大家的裁剪 以德国来讲好了 德国呢 在冷战的时候 它的坦克的数量 差不多有四千多 接近五千 是一个北约主要的力量 现在呢 德国的坦克呢 比新加坡还少 这个完全已经是 这个 这个马克思讲 恩格斯讲的 存在决定意识 你没有这个具体的实力 你当然就不可能说 在这个政策上 采取多么强硬的立场 这点我认为是 这个本身来讲 这个左的态度 左的政策 导致你 这个军备力量的 这个不受重视 这个各国的这个GDP 国防预算战 GDP的比例 也是逐年的降低 这当然就给俄罗斯 这个一个很大的机会 那第三呢 我认为这个疫情 这个从2020年来 这个疫情 其实对西欧各国 其实这个经济社会的影响 都非常巨大 每一个国家 每天那个确诊的人数 在我们台湾看来 是不可思议 这点当然这个目前来讲 虽然说疫苗 普遍施打 这个重症 不幸往生的人数 也逐渐的比例上是降低了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说 这种疫情 对他们的经济 对他们的政府 没有影响 这不可能 所以这间接来讲 就削弱了 他的这个整理的社会的 不管是经济的实力 团结的实力 所以你现在如果说 俄罗斯说不供应这个能源 给这个西欧 那一定直接又影响 他的经济 所以他们对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态度 这个当然就不可能 强硬的起来 所以这种个因素 左的思潮 加上这个本身 对这个国防的这种 不是这种重视 疫情的削弱 这个等等 让普京觉得 你这个他要松动 这个跨大西洋联盟 这个机会就来了 我认为这个是 这个本身 老实讲 任何国家 如果你遭到外国的威胁 恐怕的一个先决条件 也是你本国内部 出现问题 不够团结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现在 还有一个新的这个威胁 就是中国 你现在这个 中国出来了之后 你美国呢 这个应付中国 各方面的挑战 老实说 你也没有像过去一样 能够用全部的力量 这个集中在这个欧洲 你说北约组织 冷战几十年 老实说 那个时候中国呢 军事力量 这个相对来讲 并不是很大 而且呢 跟苏联又长期的这个交恶 所以呢 美国其实在军事上呢 很长一段时间 完全不需要 担心这个中国 再加上 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呢 韬光养晦 走的是清美的路线 根本 美国不会在那个时候 担心跟中国发生战争的 所以呢 美国呢 去打这个海湾战争 这个干预这个南联盟呢 基本上来讲 不需要担心 中国在那个时候呢 煽风点火 在美国后头捅刀子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中国呢 在这个各个方面来讲 可以说呢 可能比俄罗斯 还要咄咄逼人 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实力 越来越大 那中国的经济实力 越来越大 其实对美国来讲 形成在七个方面的竞争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给中国的这些 不管是这个习近平呢 还是到基层老百姓 增加了更多的这种 虚幻的民族主义的信心 这个小粉红 认为美国自由民主 不够看 没有意义 什么普世价值 都是开玩笑 喝白开水 这是第一个方面 对美国价值的竞争 第二个 中国的经济实力的膨胀 无论如何呢 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 就对美国呢 在军事实力上 形成了具体的竞争 第三个 中国现在 这个贸易呢 无论如何 这个已经成了世界工厂了 那这个过去美国呢 反而是站在 这个扶植中国 经济开革 改革开放的一个政策 所以中国的 这么庞大的这个贸易呢 可以说是让这个 全世界对每个区域的 这种影响力 都增加了很多 那第四个呢 就是中国呢 靠着它的这个经济呢 在国际组织啊 也攻城掠地 那这个也是威胁到美国呢 对这个价值 形成的能力 跟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那第五个就是 中国呢 这个高科技 入渐的发展 这个各个方面呢 逐渐对像5G 这些也对未来 人类的发展呢 形成很大影响 那第六就是 中国本身呢 这个他就直接的干预 美国内部的政治发展了 这个中国呢 这个透过庞大的贸易 大量的移民啊 对美国自己国内的 开放政治 民主治理啊 已经形成竞争了 过去邓小敏 其实根本没有人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但是现在也很清楚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美国 中国对美国的具体政策 譬如支持台湾 譬如说印太政策 中国现在已经非常具体的 靠着他的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 或豢养出来的军事实力 已经形成具体挑战 这七个部分 那这七个部分 一起来之后 老实说呢 这个普京这个家伙 当然也看在眼里嘛 你看到现在中国 这个对美国形成威胁 形成竞争了 他就来跟中国抱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习近平两年多 这个没有见这个外国领导人 也不出国 也不接见 完全是关在他自己的一个 这个北京 关在他中国里头 但是呢 这一次呢 借着这个北京冬奥 这个民意 普京呢 特别就到了这个北京 然后呢 跟习近平呢 他进行了一场 面对面的高峰会 那这个高峰会里面呢 就是这 这个中俄 这个抱团 取暖 甚至 这个共同的 来对抗这个西方 这个中国呢 支持这个普京呢 在这个乌克兰的政策 那普京呢 支持中国呢 这个对台湾的政策 然后呢 反对美国的印太战略等等 然后呢 这个中国呢 在联合国呢 也现在帮俄罗斯出声了 所以俄罗斯也是看着了 你有中国这么一个奥元 这个虽然呢 当然你说中国是不见得 是直接会介入 俄罗斯跟西方的冲突 可是呢 给他这个经济上 这个外交上的这个支持 这个 我认为啊 这个期待俄罗斯将来 对他来讲投桃报李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 是非常高的 特别他们的意识形态 扩张主义 变更现状 民族主义 可以说是 在全世界来讲 可以说是哥良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其实呢 就形成了美国 跟西方世界 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过去冷战时期呢 当然中苏共 有一段这个 非常抱团的时候 可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力量 这个不足以 对西方形成威胁 所以他要对苏联一面倒 现在可不一样了 现在他对整个亚太地区 什么等等 这个经贸呢 这个虽然各国呢 这个对中国的扩张 是非常的感冒 可是呢 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敢说 对他的经贸 有什么这个具体的断绝跟制裁 所以呢 这个普京呢 也看在眼里 所以能源做武器 这个就是他 我认为呢 他可能就是相对的 从这个习近平这里 学来的一个策略 这个北约国家 欧盟国家 实际上是有公开威胁 如果你入侵乌克兰的话 我们要对你进行经济制裁 那其中一个重大的经济制裁 就是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特别是拜登明确的说 这个现在已经建好的 这个北溪二线的 那个天然气管道 不让他开始运作 这个天然气管道还没有供气 但是已经建好了 那但是 普丁马上去中国 跟习近平签一个协议 说加大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 所以等于是他说 你要制裁我 你不买我的天然气 没关系 我卖给中国 你觉得这个实际作为上是 他中国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 能够替代欧洲 德国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吗 对于俄罗斯的经济的 这个如果真的制裁的话 欧洲如果对俄罗斯真的制裁的话 对俄国的经济打击会不会很大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一个 实际上在我看来 这个中国虽然是俄罗斯的最大的出口国 大概占俄罗斯的出口16% 但是俄罗斯并不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占俄罗斯可能只占中国的出口的20%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实际上是不平衡的 因为中国的GDP是俄罗斯的七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普丁现在是去求习近平吧 我认为当然现在来讲 是这个俄罗斯呢 有求于中国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能源呢 你说西方不买 它转卖给中国 那对中国来讲呢 有这个能源来自俄罗斯的这个供应呢 第一个才是陆地 它也不用担心这个海上的这个 遭到这个西方和美国的这个阶段 第二个是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它价格可能是有保证的 所以呢对中国自己内部 现在经济上 这个前不久 他们也是缺煤嘛 缺煤导致缺电 你现在如果俄罗斯能够提供一个 稳定的能源供应的话 它可以缓解它内部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方面的合作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一定是一拍即合的 那当然呢 这个西方制裁俄罗斯 就是不买你的天然气 不买你的这个石油 主要是天然气 那这个也要考虑到 就是说有没有替代来源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德国 或者是欧洲国家呢 你有没有这个替代来源 但是替代来源一时来讲 这样量都是这么的大 也不是立刻就能够百分之百的 找到这个替代的来源 所以这就当然影响了 现在这个德国 这些国家的这些政策 德国天然需求 可能超过一半是俄罗斯来的 这个就算削减一半好了 那这个你说还有四分之一 是要从哪里来 这个对德国的经济 也是很大影响 所以民主国家 不可能不在意经济因素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 德国这个态度 就是相当的模拟两可 这个可以说是在现在来讲 这个甚至于 其实在过去这个梅克尔执政的时候 普京在很多议题上 其实跟梅克尔的这个关系 是非常良好 那梅克尔就因为要顾及 跟俄罗斯的关系 对美国的立场 采取了相对比较疏离的态度 所以也就是说 刚才石板先生讲得很好 你说当年 看起来这个希特勒跟斯大林 明明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 绝对的对立 可是突然签了一个 德苏雇无侵犯条约 抱团在一起了 那今天来讲 普京其实他想要松动 美国主导的夸大西洋秩序 最重要的就是在欧洲 制造一个或者是支撑一个 不服美国领导的欧洲主要国家 那他很明显的选中的就是德国 德国因为这种梅克尔个人的意识形态 德国国内政治作用 也有跟美国疏离的这种现象表示 所以最后结果 普京的如意算盘就是 德俄共同划施欧洲事务 排除美国英国的力量 英国也退欧盟了 再加上美国的这些立场等等 对俄罗斯来讲 就已经重演了过去希特勒跟斯大林 那个时代的状况 那这个其实经营了这么多年 不能说他没有成绩了 所以你说德国铺了一个 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 把自己的能源咽喉 可以说交到了俄罗斯的手上 可以说就是这种具体的 这种合作的这种态势 所以将来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乌克兰局势 最终还是说你跨大西洋联盟的 这种可能维持与否 以及到底你这个德俄 是不是形成一个新轴心 这个影响欧亚大陆的事物 还是说呢 还是继续以美国领导的海洋国家 海洋民族 跨大西洋 这种全球普世价值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 这个未来我们观察这个局势 这乌克兰以外 这个可能是影响将来 这个区域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动向 那德国呢 当然他现在对这个议题来讲 他一方面 他当然也不会脱离北约跟欧盟的体系 因为这样子会削弱他的这个影响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对北约或欧盟 采取这个具体的制裁政策 他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反对者 甚至于说我们看这个德国 其实呢 对这个甚至中国 你说这个相对来讲 对这个中国的各种的 这些违反人权啊 这种作为 我们看到德国呢 也是相对比较不配合的 其实很早 在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 德国就抢着到中国做生意了 打中汽车啦 西门子啦 这个都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 可以说最早进来的 这个西方的这个外资之一 所以这个就是摆明了 就是跟美国呢 走不同的这个路线 那冷战体系呢 他大概必须要 这个接受这个美国的 这个一定程度的安全的保护 但是两得统一之后 我认为德国现在这个态势 其实呢 这个也是这个 这个俄罗斯 相继利用的一个 具体的这个情况 所以将来呢 如果说你美国 对这个德国能源的这个供应 没有提出替代的能力 跟方案的话 我看这个德国 还是会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些相对的动作 去干扰或者是影响 这个西方 对这个俄罗斯的强硬的态度 美国回到所谓的孤立主义时期 说你欧洲这些烂七八糟事情 实际上跟我们美国的国家利益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我不管了 这个你们德国也好 法国也好 你们自己去跟俄罗斯去搞定 你们爱妥协就妥协 你们爱斗争就斗争 我美国为什么要参户 我的美国的利益是在太平洋 我印太战略 太平洋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这个因为美国就是一个太平洋国家 你欧洲传统上 本来我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 我因为一些价值观的问题 我为了主要当初是为了支持英国 来进入欧洲的战争 那经过二次大战 经过了冷战 我这个和平搞了这么一段时间 你也不感谢我 你现在还不理我 那你们自己去搞 我不管了 你们这个欧洲本来跟美国 也没有太大的核心国家利益 美国可以走这一步 这个王先生说的非常的好 这个其实就是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美国国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争论 那当时因为美国 一次大战结束以后争论了一次 二次大战以后又争论了一次 冷战结束以后争论了一次 现在可能又要争论了 那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其实美国 因为二次大战美国的伤亡 几乎80%是在欧洲 所以这个之后 当然美国主要大兵回家了 那美国国内就认为 说我们还需要去干预这些旧世界 美国人讲旧世界的这些事物 那这个当时呢 这个东欧呢 已经是在亚尔达密约里头 已经是落入苏联的掌握了 那美国认为 这个欧洲人的是 一部分人认为 说我们不需要 二十年内 两次为欧洲流血 这个没有那个必要 但是呢 当时后 这个美国后来呢 一个作法 一个这个观念呢 占了上风 这个上风呢 第一 也就是说呢 这个美国人呢 大部分 至少就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 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跟欧洲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欧洲呢 无论如何 当时呢 这是美国人 白种人想法 就是说 这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源头 所以呢 这个如果呢 落入这种极端势力的掌握的话 美国有道义责任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呢 欧洲呢 不管英国 法国 还是甚至说 这个已经当时被打残的德国 还是世界上工业也好 技术也好 相对的重心 所以呢 如果让苏联全盘控制的话 这个终究对美国 还是会形成非常大的这个威胁 所以呢 站在这种历史 道德 还有这个 这个经济的因素 之下 美国呢 就出了这个杜鲁门主义 就是说你用这个 马歇尔计划呢 一方面援助欧洲 西欧复兴 另外一方面呢 具体援助这个 希腊 土耳其 反共 内战 那这个呢 这个后来呢 这就是构建了 这个跨大西洋联盟 这几十年来国际秩序的一个 基本原则 那现在来讲呢 这个当然呢 这个美国国内呢 我的了解 我最近看了一大堆 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这种评论 各种文章 言论文 其实呢 这个也有人说 现在这个局势 很像那个时候了 但是总的来看就是 欧洲呢 毕竟本身来讲 因为增加了东欧 就是所谓的新欧洲 那这东欧的新欧洲这些国家 对美国呢 还是非常支持 还是非常支持 还是乐意呢 这个跟美国配合 所以甚至对美国的相关政策 也比较配合 所以我们看跟台湾 现在比较关系好的都是 像这个东欧这些 立陶宛 立陶宛 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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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国家 所以也就是说呢 对美国来讲 现在完全对这个欧洲 撒手不管 这个让这个德国 跟这个俄罗斯 继续这个主宰欧亚大陆 我想现在 至少就这个拜登政府来看 还完全看不出 有这样的倾向 而且甚至说 现在美国呢 也不断地强调说 要强化这个北约 要强化这个欧洲的防御力量 虽然说 这个是一个根本之道 但是速度上可能 相对比较慢 但是我还是对美国 对这个欧洲的这种 各个方面的支持 我还是相对比较乐观 不会纵任这个 包括这个俄罗斯 跟这个德国 还是这些 有这种欧洲 这种孤立主义 排斥这个美国的这种 这个带来的这个价值跟力量 我想这个还是比较不会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美国呢 如果呢 这个真的完全对欧洲撒手不管 他也要考虑 就是说对亚太 对其他国家 可能你会怀疑美国的决心 因为欧洲毕竟是 美国有北约 有这么长久的合作的关系 如果对欧洲都可以不管了 那这个亚太这些国家呢 我看这个对美国的这种 态度 也可能会有很大转变 那亚太又存在一个中国 这个如果亚太国家 这个对美国有所疑虑 那中国又可以见风查证 所以我想美国这个应该还是会 这个 当好的他这个世界警察 世界村长 然后世界牧师 这三个角色 世界警察 这个保卫这个自由民主 世界牧师就是 这个传播这个自由民主的这种价值 世界村长就是 在国际组织里头呢 号召大家共同来解决国际问题 甚至自己带头出钱出力 当然这个现在中国抢得很厉害 所以呢 这个如果有机会再想说 中国这个时候 这个怎么样的见风插针 这个也是 未来呢 我们在台湾呢 虽然说卡加西国民距离很远 可是跟我们台湾呢 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是是 矢板先生 我们来谈谈中国的愚翁得利 那因为这一段时间 这个欧洲的局势的紧张 所以呢 布林肯国务卿又跟王毅通电话了 要谈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 那沙利文又要跟杨洁篪会晤 又继续谈这些问题 那实际上某种意义上 有点类似于像这个中东的反恐战争 因为反恐战争 所以美国要求中国帮忙 那当然这一次 因为如果俄罗斯跟北约 在欧洲全面的冲突的话 那么美国是不是又要对中国 比较态度缓和这样一种状况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局势的变化 我觉得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是蛮奇怪的 我在北京的时候 经常有一些外交事件 然后呢 比如说中日之间 如果有什么渔船冲突事件 那么马上中国的民众 就会到日本大使馆前面去抗议 去丢西红 丢番茄 丢鸡蛋 去抗议 我采访了多少次 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也有各种矛盾 有中国的渔船 被俄罗斯的海警打沉 用机关枪和炮 把它打沉死个人 还有什么中国在开市场的 中国的商人 被完全的东西 被俄罗斯的警察全部没收 就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说一旦有人说 要到俄罗斯大使馆前面去抗议 马上警察就过来抓人 就完全控制住 俄罗斯大使馆之前是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的成群的抗议群众的 那个时候中俄的冲突 其实很大很大的 就是有人说 这个中国呢 管俄罗斯叫俄爹嘛 俄罗斯说什么都不敢反抗 那么这次看到这个 习近平跟普丁见面的话 也看就是说我们看他们当时 达成的条约啊 除了这个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 表态是反对台独 之外基本上好像都是 中国配合俄罗斯说的很多嘛 比如说北约东 东阔各方面 好像而且呢 中国买过俄罗斯那么多东西嘛 那很幸 但是呢 这个普丁呢 得便宜卖乖 这个习近平的那个欢迎宴会 他就是不出席 不给面子 那说明普丁也有不满的关系存在吗 没有 习近平欢迎宴会的时候 普丁好像已经回国了 普丁根本就来了北京 不到24小时就走路了 你延长一天嘛 那宴会的话 宴会除了普丁 他不要吃那个饭 除了普丁以外 剩下的都是 我们搞国际政治都看都不认识的 国家元首嘛 埃及总统了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算最大牌的嘛 整个这个在全世界抵制 北京奥运会的状况之下 唯一个大家能算一个主要的国家领导人 来出席的话 欢迎宴会你出去给习近平做做面子嘛 最大的客人提前回回家 我觉得这里就是不不给面子 我认为是在俄罗斯是希望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中国表态 但是中国呢 因为中国是克里米亚问题上 因为会牵扯的 因为他是一个从乌克兰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里边 通过著名投票独立出来了嘛 这个动作的话 如果中国支持克里米亚支持俄罗斯的话 那么中国国内的西藏啊 什么新疆啊包括台湾啊 这种逻辑都能成立嘛 所以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一直不表态 我认为是那普京也是表示不满嘛 呃就就回去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叫三国演义 我觉得在如果把中国俄罗斯和这个美国凑在一起的话 就是美国是卫国 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一个是蜀国一个是吴国 如果卫国的压力太大的话 这两个就抱团 但是说如果卫国压力稍微小一点 这两个就马上就会吵架 他们矛盾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认为美国的方向是有点不对 就是川普总统的时候啊 是主要敌人中国嘛 那个是俄罗斯是 普丁是在很轻松的 而且中印边境出现武力冲突的时候 俄罗斯后面偷偷给印度卖一些武器啊 在后面就是自己事不关己嘛 不但是看热闹 而且还稍微帮下印度 但是现在拜登上台以后 他又重新在欧洲 给俄罗斯很大压力的话 把普丁又推到中国这里去了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美国的方向性出现一些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却是值得讨论啊 不过我们张老师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很快谈一下这个台湾对乌克兰处境的问题啊 这个蔡总统说台湾对乌克兰处境是感同身受啊 那然后这个蔡总统也指示国安会成立了 专门的应对乌克兰局势的小组啊 就你看这个乌克兰局势的发展 或者整个俄罗斯和欧洲关系的变化 台湾应该如何应对 台湾可以做什么 台湾能够做什么 可能直接能够做的大概不多了 因为第一个距离远 第二个经贸上来讲 这个也不是我们重要的区域 他们也不是把我们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我们可以跟乌克兰交换武器啊 我们卖武器给他 他还有很多武器可以卖给我们 这个当然乌克兰因为他主要就还是俄式的系统啊 所以我们这个卖武器给他们 这个大概可能相对来讲 还需要很多的讨论啊 不过呢我认为啊 这个蔡总统说啊 这个乌克兰跟台湾这个感同身受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说 你这个乌克兰为什么一直啊 摆脱不掉跟俄罗斯的纠纷 在于俄罗斯认为你这个境内 也就是有一大批的这种 亲俄的这种民族主义这种分子 所以呢 用来这个 这个搞这个乌克兰 这个影响乌克兰当局 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这种现实条件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台湾呢 如果说你国内长期存在一种 亲中的这种失败主义 还是这种理应外合的力量的话 那对中国来讲 可以说是更加的轻松啊 因为毕竟啊 你乌克兰还是国际间 共同承认的独立国家 而且呢 它也有独立的这个语言文化 当然它国内很多恶意 尚且呢 不能摆脱这个 俄罗斯的煽动 或者是影响国内的这个 恶意的这种 对基辅当局的这种挑衅呢 还是反抗 还是这个叛乱等等 那台湾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离中国这么近 然后这个语言文化 这社会的来往 这么的密切 所以呢 如果中国要对台湾实施 像俄罗斯对乌克兰 是什么认知战啊 这种心理因素 各方面的影响 可以说恐怕这个效果 是来得更大 所以呢 这个台湾呢 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局势 首先就是意识到 就是这个自己国内 如果出现了这种 不团结的势头 出现了想要跟敌人 理应外合的这个势头 那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对自己国家安全 就是最大的威胁 这个也是让外国的势力 可乘之机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我相信相对来讲 这个国内如果够团结 那个对外的意志 这个立场一致 然后呢 对于要跟谁结盟 也非常的清晰 我相信任何这个敌人 要动你的手 相对都有很多的估计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乌克兰情势 我认为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是 这个问题就是台湾对它 也是不断地要加强观察和学习 就是类似的案例 对台湾的影响 可能是长远来说是很大的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谢谢张老师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